我們做filming industry的演藝 就是透過這些渠道 就是好像五月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透過這樣的一些 docufilm 給人知道說我們歷史是將來的 我是蔡寶舟 我是一名演員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能夠帶出來那個訊息 就是說你做的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你做的不正確 就是會害到某些東西大大小小 多半說很多人 不一定是年輕人 他們覺得歷史不重要 我演了一個是做戲曲的花旦 而且在那故事裡面就犧牲了 他的一生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亡了 就死了就滅了 所以如果在一個國家如果有不太平 小人物就會遭到遭殃了 我的身邊也有很多不同種族的馬來西亞同胞 都去看了 所以他們也開始說有打開他們的眼界 現在也許有一幫年輕人 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已經現在了解到跟明白這個道理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無知 我們覺得哪些人不好 哪個種族等等等等的 當你看了歷史 你才知道說很多人被利用了 被誤導了 所以做了某些決定 最大的特色是比方說語文吧 除了我的母語 我都知道說我的身邊都是有不同的種族 在跟我們一起同住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adaptability 適應能力非常強 如果我們肯 原生家庭肯讓他們的孩子們 去享受馬來西亞的天氣氣候 或者人脈 不同不同的種族的分類 所以你看到這個不同 你就會思考到 因為他們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動作思考啊 吃喝玩樂啊 橫顏橘子 都是不一樣 不一定是錯還是對 我們的祝福是來自 我們懂的原來世界 我們世界 馬來西亞的世界 一開始就是多元化的 我們出到外地 多元化正常的啊 不是不正常的 多半數 甚至80%或者90% 都是小人物造成的 一個國家能夠撐起它的文化 要為了市民著想 尤其是那些大人物 也要關心小人物嘛 透過我40年的演繹吧 我也接觸到 階層不同不同的市民 大小人物都有 我覺得應該馬來西亞還不錯 因為2018年已經展善了 人民的聲音是能夠聽得到的 人民的力量跟人民所要的 所求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前途是不錯的 大事情也是因為小事情 堆在一起 所以有很大的影響 對吧 所以我們這個60年 2018過來 都是因為 那麼多年的累積 那麼多人的動作 或者思想 所以直到說 60年夠 Enough is enough 我們要改變了 我們要改變了 每一個挫敗 我們都會學習到 所以因為有那一次 那個Sheraton move 很多人當時是相信的 所以從那邊過去 很多人都明白了這個道理 就是不一定他們覺得是就是 所以有很多人在運用著他們的權勢去擺佈 某些人去做一些對國家不好不良好的影響 沒有挫敗就不懂得 什麼叫挫敗 什麼叫 不對的選擇 只是說 我覺得 人民吧 majority 年輕也好 比較老一趟的也好 要比較open-minded 最重要是不要給那些不良好的政治家 尤其是政治家或者政策 被影響 被利用 尤其是每四年一次的投選 general election 要明確的選擇吧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智慧 慢慢慢慢地是能夠改善的 所以我的主公是說 這個就是我們的老家 這個就是我們的combo 所以我們 whatever it is 我們還是要對著馬來亞或者馬來西亞 來當作是祖國 這樣做一個好使命 繼續做我的工作 繼續演繹下去 我不能說我喜歡 我是很熱愛 我覺得這個是老天爺給我的 他賜給我的一個能力吧 我能夠每一天都做我所好跟我所愛 沒有違反什麼law 我就繼續做下去吧 我不需要人家肯定我 因為我能夠繼續演下去就是一個肯定了 當我不能太老了 記不起了那個台詞的時候 可是還是能夠演某些角色是不必台詞的 我還是會演的 因為愛心地為我最能有所謂的 我會叫你 你又不是很喜悅 我會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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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跳著